内地阳光玫瑰蹄子阴爽脆多汁 果皮薄且不色 售价比日本香饮药便宜不少 早年颇受欢迎 可 近年来它的 早前有内地网媒指阳光玫瑰在种 过程中需要打足24次农药 令部分人不敢食用 报 刊登后 不少当地农民也先后发声 反驳只报道 实夸张 声称农药为种植过程的必需品 其他产的葡萄艺采用相同种植方法 根据中国人民网道 阳光玫瑰的价格由高峰时期的300元金 跌至近月5元金 情况严重 近日 更有内地网民时出图中 蒲羊玫瑰详情见下方突击 令其品质备受质疑 究竟 光玫瑰蹄子是否真的在种植上出现问题 还是 其他原因 导致价格跳水 跌落神坛 阳光玫瑰因刻的口感在数年前迅速爆红 而当时因为种植 农民较少 需求亦不断增加 导致价格高昂 在即的利润驱使下农民纷纷转为种阳光玫瑰 导致 粮过剩的问题出现 根据2022年中国阳光玫瑰葡萄叶数据分析报告 2022年全国的种植面积已突破21540宫 是日本相应青蹄种植的40倍 数量惊人 在供应大需求的极端情况底下 价格亦自然有所下降 更度下降超过98% 阳光玫瑰从日本引进到中国后便 使大量种植 导致品质难以监控 加上地区环境 因素 阳光玫瑰的质素不断下降 口感亦变形不爽脆 失去独特性 商家需要调低价钱而吸引更顾客购买 内地网民的反应两极 有人认为大部产地的水果都会使用农药 而且阳光玫瑰是国种植的高质素水果 应该多支持 更有网红在小 数位农民平反 解释到农药的残留期只有10-15天 而光玫瑰从包装到售卖需要用到30天以上 农药早挥发殆尽 但是仍然有部分人坚称种植时使用 农药对身体有害 认为吃阳光玫瑰等同鼓吹农 风气 不易多吃 更称它为过去产物 此外 更有内博主亲子走访农地 访问种植阳光玫块的农户 谢具体的种植情况 图片来源 小红书叫我踩坑 截图 精灰 隔砍 留意 福 ح